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3月9日,星期六 今天最低氣溫15度,最高19度 大致多雲,有幾陣雨 天氣清涼,吹清敬東風 是,哇,昨天整宗 那些BB仔的屍體發現案 業主揭發單位藏兩瓶嬰兒屍體 黑社會租客被捕 二十多歲,有這個黑幫背景 究竟發生什麼事?玩什麼? 是練屍油?養鬼仔? 還是自己生了兒子? 稍後研究 另外,看到東桌西網 那裡有個臭腳之王 嘩,好恐怖 我也遇過這些 但我遇到的情況是動物發生的 稍後跟大家說 男還是女呢? 我看了一個報紙 就說她應該有糖尿病 爛腳 就說那股氣味好像屍體一樣 稍後說 另外有男子喪明 我昨天有沒有說過新聞? 很有趣的 她說是下午1點多 應該我昨天的新聞還沒說 但為什麼我經常覺得我講了這宗新聞? 昨天早上 你們有沒有聽過我講呢? 時代廣場 男子跳下喪命 不知道有沒有 有時候有些記憶有些前後 忘記了 還是我還沒預約才知道呢? 很多自殺案件 看完之後覺得 今年的統計會比上年多 上年是三宗 每天三宗 今早起碼七、八宗 令人害怕 香港的怨氣很大 而且年紀也偏是很壯年化 以前是一老一亂 現在經常說那些 二十多三十歲 四十多歲 那些真是 真是 詳細新聞內容 有一位前列馬師離世 叫做陳毓倫 安場辭世 享年九十九歲 也算是這樣 原來陳毓倫是香港馬圈傳奇人物 抗戰時期 曾經駕駛戰鬥機巡航 所以有人叫他做飛機診 他是一個練馬師 心得馬圈人的尊重 九十九歲也算是這樣 節哀順變 另外看到黃大仙元宵市集 有十一萬人去抱一下 看看有什麼玩 商戶說希望可以再次參與 有些人流 有些生意做 當然了 有希望感 香港多搞些市集 不要經常搞一陣 搞得多 你又怕那些不公平的 那些店租 這些攤位 應該是便宜些 搞一陣 那些人只有忙 左手搬來右手很快走 搬來搬去 那些東西 地下樓梯 後樓梯 五米闊兩米的假天花 倒下來 幸好沒有摘到人 後樓梯 五米很大幅 兩米闊一道門 五米兩道半門 你想想多誇張 東區醫院發言人 就說遺風了 那裡 沒有打到人 就行了 那裡就是什麼 你這裏夠奇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 那些塑膠剝落 他這裏脫了一點 然後全部倒下 小心點 另外看到一個香港商人 在台灣展示玩具槍 就遭控遺雙標法 總經理 無罪 是 展示槍出來 這個 生存遊戲玩家年度盛匯 放了一些 三十四把 仿武玩具 空氣槍 即是氣槍 最初就起訴他們 接著現在沒事了 只是放了玩具 現在的玩具槍也是 很緊張的 另外西區屋苑就倒下石屎 女子就踏到腳 就送軟 你這麼幸運 幸運 她是下午有一天一跌下來 你走一步 腳踏到了 你走前一步 就是頭中 頭中的命都沒有 相當幸運 這個家衛台 那裡是西區家衛民道 29號家衛台 一個石屎就踏中了 好 另外看看 接下來 很多小學 其實我的小學 早就變了 我以前讀 馮瑞章小學 後來變了 另一個名字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很多學校都會 直接沒有 沒有了 現在看過統計 三年之後 會少一萬人 升讀小學 沒有人生小孩 倒數殺校潮 會爆發 很多學校會沒有 沒有人讀書 不是說教得好 沒有 簡直沒有供求 接下來 會不斷減少 減少了一萬人 三年之後 為何她猜到三年之後 可能突然有得證 好像煙花 大家看著煙花 和我太太在房間爆煙花 可能爆幾個出來 是不是 為何這麼快 估定三年後 專家統計 別管她 另外看到 有人偷捕賣旗 偷捕賣旗 社署說 機構已經禁止 涉事者參與賣旗 市民優的違規 因為星期五就開始賣旗 她還要周圍跟別人說 星期五都可以賣 別人問她 今天星期五 可以賣旗嗎 她說完星期五都可以賣 馬上匆匆帶走兩個小孩 加上後來再見到這三個人 大人拖著兩個小孩 繼續賣旗 職員清友清晰提升義工 9日才是賣旗 要跟進了解事件 社署回覆 通知賣旗 叫她不用賣 不關你的事 因為不可以這樣做 是違法的 人家有規有矩 哪天可以賣旗 哪天不可以賣旗 8日不是賣旗 所以這些 不行 如果有什麼事 犯法拘捕 另外說一下 等一下 怎麼這麼複雜 保監局前女董事 涉逼保城高薪 聘用她的媳婦 婆媳同被捕 准保釋候信 怎麼迫 可以迫 給她一些壓力 請她的媳婦 但她也是高層 接著別人報警 十萬元保釋 有沒有這麼嚴重 這些案件 利用及允許他人 利用公職意圖 脅迫 有史 保城聘用 她的媳婦 罪名就是這樣 引起了利益衝突 就是這樣 跟大家說一聲 另外 有人在海裡捕魚 四名內地 魚公用蛇龍捕魚 罪名成立 連同本地船長 各罰五千元 蛇龍的龍很長 原來這種龍不允許 法賴規定不允許 告訴大家 另外 昨天被人搶了一百萬的內地男人 在紅磡買虛擬貨幣 被人夾了一百萬現金 一個涉案男子即日落網 很幸運 56歲男子 所以說新聞的事情 那時候 不關新聞事 都是受害人說出來 昨天我記得是30至40歲的男子 現在拘捕了一個56歲的男人 行劫 拘留調查 應該很快把其他人拘捕出來 被捕男子 還要是那間公客的租客 唉 真是白癡 你到處都是CCTV 拍到你搭電梯拍完之後 回到自己的單位 在哪裏 是不是 那便被捕了 馬上被捕了 王居 在那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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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看看 這個世界 有很多賊 香港的 旺角街頭 由於按摩女兒 逗搭 上去爽 被人偷了4萬元 金鍊 以及吊嘴 64歲的 老伯 老伯 在通賽街上 說上去 開心 心感不妙 按摩期間 走了 看看有沒有東西不見 真的有東西不見 懷疑被人偷了 吐吐 吐吐 有緊急事 我家裏 波羅湯 小鳥 你自己打吧 這樣 走了 現在追蹭一名 40至50歲的 涉案女子 我經常說 我經常說 要整頓一下 香港的夜遊風氣 你現在 也應該有些合法的場所 我不知道 還是鬼暑 還是香港 你好像大陸那些 水會 很多人都慕名上去玩 香港下來 都不知道要找什麼 阿叔 緊火上來 找個40至50歲的 還要被人騙 說被人搶賣 真是 沒有規矩 在什麼 澳門 我當時聽澳門司機說 什麼都不行 澳門什麼 他說周圍都天眼 有人留下了東西 在車上 一定要找那個人給他 否則很麻煩 車也不能開 今天說一下 今天那個 屯門 玻璃瓶 藏兩個嬰兒屍體 警察抓了一對父母 被捕男人 有三合會背景 是他們生的嗎 看看 昨天發現嬰兒屍體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接手 今天交代案情 接到報警 在屯門 新墟唐街 400呎 兩房 一廚 一次的單位 業主指示清潔工去清潔 清潔的時候 在地板發現兩瓶 30厘米高的透明玻璃瓶 浸著一具懷疑男嬰的屍體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 不鎖定疑犯的身份 晚上在油麻地區 以非法處理屍體罪 抓了一男一女 相信他們是男嬰的父母 當中被捕男子有黑社會背景 被捕的男子黑社會 是24歲 姓林 報稱倉務員 22歲 姓周 說自己是公關 不知道哪些公關 是本地人 是情侶關係 2022年12月租的單位 居住 被通宵扣查 把調查動機 至於男嬰的屍體 沒有明顯傷痕 現場環境所限 人員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查 目前把嬰兒屍體放在庫山臉房 發醫在下午進行解剖驗屍 確定出生和死亡的時間和死因 說那兩個人沒有交租 是勒令搬走 事出突然 所以未能搬走所有物件 留下雜物和兩具嬰兒屍體 用一些不明液體浸著的遺體 直徑15米的玻璃 這不是瓶 是玻璃鋼 應該說 是玻璃鋼 玻璃鋼 玻璃鋼 是玻璃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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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來說 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拘捕那兩個人 是非法處理屍體罪 被扣留調查 現在就 嚇死人了 很邪門 你這樣放在一間舊屋裡 老實說 這些只是拼捕而已 你又不拿走 要是你拿走 要是不知做什麼 但是做這些事情當然是犯法 很簡單而已 去醫院這樣解決了 有什麼不見得人 除非他擺了很多年 又是成年人 而且是夫妻 他父母就是他生出來的 如果這樣說 那些新聞真的很恐怖 撿房子才恐怖 另外一件恐怖事 臭氣昏天 公屋臭腳王 嚴重潰爛 血水暴滿走廊 這些有菌的 人真的 我告訴你 脆弱起來 就很容易死 肩強起來 就沒事了 正常來說 爛到這隻腳 那些人不是經常說什麼吃肉菌 真的經常是腳要鋸 他又不是 他帶著腳很臭的 周圍走 昨天東張西網播出的 他說很臭很臭 臭到好像 那種味道好像垃圾 好像動物屍體一樣 整個房子 整個房子都臭氣昏天 有街坊婆婆說 她的腳很臭 那些血水 龍水不停流出來 真恐怖 我想想想 這些情況我也有見過 再形容一下街坊 好像死老鼠的味道 去到極嚴重的地步 雙腳不停流血水 他自己走幾步 都要拿紙巾出來抹 嘩 嘩 他說 走 他走過的地方 要拿漂白水去洗地 臭到這樣 所以說公屋 有一些問題 很多不同的人 但也沒有關係 我自己那時候住居屋 我都不是人 我那時候說了一隻動物 一隻狗 我記得是美國的曲卡 全黑色 那個頭爛了 有一邊類似的 又是 嘔爛了 是極臭 他也是晚上才放狗 有時候我晚上也放狗 嘩 臭到屍體 那樣 爛了肉 後來 過了一段時間 就走了 那隻狗 其實那些這麼可憐 那隻動物 應該是要處理他 但是人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雙腳異常腫脹 不時流出血水 傳出腐肉的味道 搞到很嚴重 有些小朋友說 看到他就閉氣要跑 那些鄰居說 一開始也不覺得 可能不知道哪些味道 就飄過來 嘩 接著發現 連他的房子裡 走廊連升降機也有味道 那種味道是令人作嘔的 家裡要長期開空氣清新機 有沒有幫助呢 他說沒有 沒有辦法 他說大家忍吧 他說沒有可能拍人門 他說你雙腳不要那麼臭 那是不可能的 他說那個人 經常買人拿錢 買人拿20元 原來就是買雪糕吃 有些鄰居表示 很同情這個人 他說這個應該是女人 通常是凌晨4、5點出門 9點之後就回家 覺得他是等小朋友 全都回學 才回去 他說其實沒有什麼人敢 跟他同一架升降機 因為實在太臭了 如果 不然也不會讓其他人 搭升降機 那他自己也有那個 自知的能力 那麼 東張三網真的敲他門 他說不談 我要睡覺了 問他有沒有看醫生 他看了 明天去看精神科 他有吃精神科藥物 問他 他說我沒有糖尿 拿這個社會福利傷殘金 對腳痛不痛 吃藥是不痛的 他說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 東張三網也很深 他說不用啊姐姐 有醫生就說 這個是 認為他不是典型糖尿腳 他說多數其他原因 慢性疾病引起的 下肢應該長期水腫 可能靜脈倒流出現問題 淋巴塞了 引致引起感染 潰爛 醫生表示 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 糖尿病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不割指糖尿腳 主要集中在腳板和腳趾 他亦表示 相信有很多長時間 才會變成這樣 不是幾個月 可能是幾年 已經這樣 我朋友都是糖尿病 都是爛小腿 究竟醫生懂不懂 他知道 他見過很多 但是真的有人爛小腿 不是開玩笑 其實什麼都有可能 一個胖半的人 有糖尿也不奇怪 有很多原因 但是說完出來 有件這樣的事 但沒有解決過 一個問題 怎麼解決 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找人醫好他 找社工跟進 幫助他 真可憐 看到這些 阿彌陀佛 再說說 旺角爆水館 相當精彩 花園街市市政大樓外爆水館 往洗衣街部分行車線都封閉 全部黃泥水 像河一樣 在地面 另外 港鐵大部區月台擠爆 擠爆 擠爆到差點 跌出月台 大部區站 擠爆到企扶手電梯 恐生意外 為何會這樣 原來有人不舒服 那段時間 要下車 弄到卯卯樣樣樣 就是下車 下車 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有人不舒服 由救護車送丸 那些車影響到 六分鐘才一班 那些人全部上班 迫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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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 意外,齒輪崩了一塊,他就結束了 另外,旺角七人車逆線行駛 警員在場指示,叫他回正途 網民說,嘩,斷了很棒,要不要抄牌? 這麼好?很嚴重,下車適時車牌身份證,逆線 網民說斷了很棒,但又不見到有什麼嚴厲的懲罰 走回正途,有沒有當事人才知道 另外,打擊新界南公共服務車輛交通圍拍 拖走了31架殘缺的士和小巴 這麼多爛車,對呀,真的很多爛車 我當時搭小巴,那輛車的車子都沒有避震 燈都傻了,根本不是賺到錢,沒有錢去維修 做得一天只有一天而已 接著說起司機又是,不要說哪裡了 又是成身又是爛了,我記得 白賴了,手成臉,總之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人間道是很可憐的 另外,元朗石塘村山火,200米火龍 飛行服務隊扔水彈,超過13小時被救息的火 就是昨天發生的山火,下午2點開始 火線延續至200米,火光紅紅 在十八鄉路上望山邊 救息就可以了,相當壯觀 居民見到一條火龍 另外再說,港鐵說 小豪灣車廠附近山火已經處理好 機場快線、東沖線陸續復償 還瘦了,跟山火有沒有關係 好像不是那個山火 對呀,另外一個山火 火牆面積30米,另外一個山火 很多山火 很乾燥嗎? 又是回南天的? 真是奇怪 好,接著說說有些什麼人輕生 尖東海旁老翁 就是墮海 遇匿 獲救受傷,送院治理 這宗不是的,只是意外跌下去 昨天下午4點 有個阿伯在尖沙咀 梳士巴里的星光大 跌下海,又會的 這條路應該很闊 香港的位置也不是很多人 有些人不是很多人 為何跌下海 失足 當他是先 沒有說為何 救了 哇,接著厲害了 荃灣石圍各村老翁墮柳 79歲 當場身亡 昨天下午4點 自己搞定 另外天窄村男子墮柳 當場身亡 73歲 昨天早上9點53分 是 昏迷倒我大廈對開行人路 哇,這宗天水圍 另外黃大仙夏村 中年婦人墮柳 宋苑不治 60歲 黃大仙夏村 就是 新 龍光流 平台跌了 很可憐 另外 天水是男子 電線上吊 女兒發現 可惜太遲了 61歲姓廖 在天恩村殷福樓 還沒說完 所以為何破紀錄 遜徑村 財困男子皮帶吊頸 送院搶救身亡 47歲 昨晚10點半 家人報警 嚇死你 香港人每天都會增加 六七宗 今天 周圍的屋苑 又好像 變成凶宅 這些都算凶宅 在那裏自殺 遲些都沒有凶宅 這個概念 變成多了 那你哪有凶不凶 就像這裏 在時代廣場 不要說時代廣場 沙田新城市 我都見過兩三宗 跳下去 恐怖 這些 因為很多人走 時代廣場 現在沒有人走 你問我 好像沒有什麼看 銅鑼灣時代廣場 男子高處墮下 賭餓中庭 送院搶救死亡 昨天下午1點 Times Square 30多歲 由七樓跌到二樓中庭 救護員到場急救 再送到勒敦寺醫院 2點3個字左右不至 警方封鎖七樓雪糕部的位置 應該在那裏 有他的背囊 應該在那裏跳下街 嘩!在別人吃雪糕 你這樣做 記住 七樓雪糕部 經過調查後 我相信他是34歲姓方的男子 死因有待驗之後確定 警方在場沒有檢獲遺書 調查他墮樓原因 他說沒有精神病和沒有任何病歷 只是情緒低落 突然搞這些事情 真的 不開心 不開心就要學會感恩 是啊 我剛剛看見這宗新聞 真還是假 看看 這是突發的 與香港無關 不過也要說一說 是啊 真是真事 昨天是廖山明過世 再傳出動畫界的噩耗 小丸子主角配音 升幽慈世 中年63歲 哇 真的是日本人的童年 小丸子我們不是聽他的 Tarako 又過世了 小丸子升幽 日本的 Tarako 又過世了 昨天廖山明 我也特意做了直播 我也知道 那些主題 我們聽我的 都是年紀比較大 但是 我只是想找回一些知音人 大佬很傷心 是啊 每天都有很多傷心的事 但是我們要學會感恩 我也很感謝廖山明先生 給我們這麼快樂的童年 很多希望的童年 希望感的童年 是不是 做人就是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也要找回這位感恩 凡事感恩 凡事發生 必有利於我 這是正向思維 其中一種 所有都是天安排 我以前也想過人很痛苦 想做做不到 有十幾年 十幾年 十八歲入行 然後 二十八歲才有眉目 那十年時間 很可憐 經常想入電視台做 也做不到 然後 原來不做是好事 這是什麼事 蔡翁失馬 燕之飛福 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問題 身體的痛症 我經常說 在禪定當中 可以得到解脫 希望大家可以有佛縣 收到一些好的方法 可以幫助自己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